這都是金箔 寺廟大門一整片漆黑 上頭兩位門神 圍頭將軍和齊蘭將軍 全受到波及 寺廟主委協同警方 對著被燒壞的部分 邊看邊感嘆 究竟誰有這種感知 神明面前也敢做壞事 讓這間在花蓮瑞穗鄉 已經有120年歷史的清廉寺 正廟門神慘昭迴龍 上個月9號 一早廟公來開門 整個傻眼 一股濃厚汽油味扑鼻而來 門神畫像整個被燒黑 警方貨報 調閱監視器後發現 當天零前4點 一名可疑男子騎機車 來到廟前 疑似犯案後就衝容逃逸 由於夜色昏暗 無法清楚辨識特徵 犯賢是朝瑞穗大橋方向逃逸 那我們清查結果還未發現特定對象 青年四是清朝光緒三連興建 供奉釋迦牟尼佛 兩扇窺墓大門 繪製佛主的左右護法 化工精細還向上金箔 雖然經過多次改建 但大門都是原封不動 是廟方珍貴資產之一 所幸汽油彈只燒毀了大門的表面 算不幸中的大幸 廟方判在農營年前 趕緊請專業師傅重新繪製 擇其開關點演 早日讓兩位將軍重返崗位 記者吳采勛 花蓮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